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是我身旁這台Hosting這台車 這台車目前來說只有中國跟台灣有 未來它會是一款亞太地區的戰略車 它的售價部分目前是還沒有公佈正式的售價 但是預售價是133萬元跟147萬元 分別是我們的高規車型跟我們的頂規車型 來 那來看一下 其實實車今天看到實車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質感好很多 而且它的配備其實給的算蠻豐富的 好 那來帶大家看一下車子的整個設計上面的造型 想看車嗎 跟我走 從外觀可以看出來它的車長將近5米 它的軸距甚至有到3米 很接近大家熟知的Carnival的大小 可以看到它的車頭已經換上新世代的設計了 它水箱護罩現在的面積真的是蠻大的 幾乎佔了整個車頭 但我覺得它配上這個鋼琴烤漆 讓它的質感並不會說覺得很視覺壓迫的感覺 其實是還算好看的 而且非常霸氣喔 像這樣一台西人座的車型 那再來呢 可以看到它這邊也有用一些鍍鉻的點綴 包含說這邊的飾條 然後甚至說下面進氣口這邊也還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整個視覺上看起來配起來 透過這樣雙色的搭配是好看的 那再來呢 車頭部分呢 也是一樣可以看到 它這邊是LED的頭燈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車側的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它整個設計上面呢 我覺得都還蠻有巧思的 包含說它會加很多小點綴 讓你覺得說它視覺上看起來 並不是一台很笨重的MPV OK 好 那再來我要特別提的是車側這一邊 它是搭載18吋的旅圈 再來呢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感應式的滑門 這個電動的感應式的滑門呢 如果說你是買它的高規車型的話 是只有在右側才會有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兩側左右兩側都有的話呢 那就是要買到它頂規的車型 以這種西人座的MPV來說 有滑門是相當的方便 OK 好 那我們來到車尾 看到車尾喔 其實我覺得車尾的部分 它設計的真的蠻好看的 包含說這個貫穿式的尾燈 加上呢 它現在變成這種中置的LOGO 其實整個看起來我覺得非常有科技感 那我們頂規車型是具備電動尾門的 好 那我們進到車內看看吧 它現在已經進到車內了 其實說真的 哇 我覺得它質感是真的還不錯啦 包含說這個方向盤喔 這邊都有做一些造型的變化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很單調 而且它是平靶的耶 然後再來呢可以看到這個飾板 其實呢有一點視覺上看起來有點像那種金屬的質感 但是摸起來真的是 不會讓你覺得說很粗糙 是細緻的感覺 接著我們看到右手邊這邊喔 喔 直立式的10.4吋的中控螢幕 那可以看到它這一次搭載的數位儀表 而且是有中文介面的喔 隔壁這個中控螢幕也是有中文介面的 終於啦 包含說這邊鋼琴烤漆的配置喔 然後加上這個設計是不對稱式的 其實整體看起來讓你會覺得沒有那麼的單調 再來我很喜歡的一個配備 耶 天窗 而且呢它這邊前面有一個天窗喔 它後座呢還有一個更大的天窗 那你坐在這個車子裡面 如果就算開長途啊 你全家都不會覺得說非常壓迫 我們來帶大家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無線充電板喔 那這個部分呢是在我們頂規的車型才有的 好 那接著我們往第二排去看吧 那前面現在的位置呢是調應該是男生的身高 OK 那我展示一下 一個 兩個 三 四 OK 五個 隨隨便便是五個 所以非常的足夠 那這一次呢我們的Costing是採用2加2加3座的布局 也就是正7人座的配置 第二排呢甚至還有小餐桌 座椅也是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我覺得相當好用 我覺得這個皮椅我要特別來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比我想像中 坐起來更舒服喔 其實它除了真的是皮質的之外 摸起來還滿好的這個觸感 那再來是坐起來也非常的舒適 以這種車型來說其實已經算滿尊榮的啦 特別提一下它配備頂規跟高規差在哪裡 這一次頂規車型新增的配備呢 包含我們駕駛座的記憶通風加熱功能 副駕駛座呢也是有加熱跟通風功能的 那第二排呢是具備皇家座椅 也就是我們剛剛示範過電動調整 可以仰躺 還有電動的腿靠啊 加熱通風等功能 那再來第三個呢是第一排跟第二排 都是有QI的無線充電座 動力部分呢 這一次沒有導入中國市場的2.0T動力 而是採用1.5T的單一動力選擇 搭配的呢就是我們1.5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以及我們的8速自排變速箱 可以輸出最大的馬力呢是170匹 最大扭力是28.5公斤米 那至於它的驅動形式呢 都是採用前驅的設定 安全方面呢全車系有6個氣囊 還有包含我們的 Hyundai SmartSense 主動安全系統 其中也有我們的 SCC 主動車鋸維持功能 也就是我們熟知的 ACC 那因為它的車身比較大 這一次也有標配我們的環境輔助系統 這一點是相當不錯的 那其實延續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其實我們今天這一台Costing 目前是只有在中國有的 當然現在進到台灣了 但中國版的車型呢是叫做Costle 動力的部分是2.0T的 對比我們台灣這裡 只有單一的1.5T的動力 至於大家關心的車輛零件來源 我今天有特別問了原廠 零件呢大部分還是從韓國來的 說真的我覺得一開始看到預售價 是覺得比預期的還要高啦 因為對比對岸的價錢 頂規22萬人民幣 不過我今天看到實車 其實整個接觸完 是覺得質感還蠻不錯的 而且呢配備也是給的很豐富 加上它目前在台灣 也沒有直接的對手 所以其實我認為啊 需要的人 還是會下手買這一台車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對於這台車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車友Cylvia 我們下次見 掰掰